好 继续独家 但您看看这群小学生真是不简单哦 在日前登场的全国吉他大赛当中 新北市三重正义国小的小朋友 竟然打败了由大学生和高中生组成的队伍 他们摘下了合奏组第一名 而且这已经是正义国小第二度蝉联冠军了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意大利水手这首轻快的童谣 让正义国小在全国吉他大赛完成二连霸 同学都不敢相信眼前这座冠军奖杯是真的 有点惊讶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看错了 因为是大学生高中生所以觉得他们有可能会 但是后来还是我们赢了 今年吉他大赛合作组参赛者不限年龄 平均资历只有两年的正义国小 一口气摘下第一名和第三名 赢过亚军嘉义大学 让辛苦指导的音乐老师乐翻了 评审主要是看你们学校的特色 像我们小朋友我们选的曲子就是比较偏儿歌 然后比较有朝气的曲子 那可能我觉得评审是觉得 我们有把我们学校的特色朝气弹出来 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你还比较厉害 右手张剪 要不然的话 就是有时候台南闲断要刺到自己 就是会张剪 然后有时候会按闲 然后按到很痛 同学说拿冠军没技巧就是苦练而已 常年第一名他们会更加努力 等待大哥大姐 明年再来挑战